金管會是透過了四個方向的措施來協助我們的創意產業 這四項措施包括教育訓練、資金的提供、輔導平台的建制 還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那麼這個案子執行成效非常的顯著 微型的創意的案件呢大幅的增加 本國銀行辦理這些微型創意的產業的放款 在今年1月的時候244件 那麼到了8月底的時候已經大幅增加到3262件 這表示這個措施展開之後 確實已經發生整個值上面的變化 從而也導致了量上面的大增 所以我們對於這一些資本的不到100萬 或者是連營業不到1000萬的這種中小型 或者應該講就是微型的文章產業 我們能夠由這個金管會來鼓勵我們本國銀行辦理放款 從而使他們有機會去圓夢 更重要的是我們讓很多有創意有理想的年輕人 可以感覺到政府在協助他們的這種用心 在美術中的這類型負擬 但最有限的櫃的東西 我們可以拿來完成 那我們一點負擬 我們可以約自己的印象